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省的美景也逐渐展现在大家眼前 江西境内最大的城市包揽了南方大部分美景 却低调的让人心疼 这就是赫州 它是省内的南大门 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城市 总面积为39379.64平方千米 人口在970万以上 而且人口还在持续增长 这里的景色秀美 自然景观众多 却很少有人知道 早在秦朝时期 此处就已经设立了县 贪朝时则改为Gym 秦朝 名字辖区的一直在改变 在1929年至1934年间 还是我国革命根据地 1999年才正式成为第七市 到了现在 则成了江西重要的组成部分 下辖多个镇乡 市内以丘陵为主 占总面积的61% 还有50多个盆地和众多著名山脉 这里的河网稠密 环绕着丘陵和大山 缓缓流淌 因此当地夏季不炎热 冬季少寒冷 是很好的避暑地 市内有干江 每年4到6月水量暴增 还会出现洪水灾害 这里的景点众多 主打四个旅游品牌 即古城 红色旅游 民族文化和自然景区四个方向 旅游路很多 如果选择自然景区 则能看见 漫山的杜鹃花和满池的荷花 以及茂密的森林 如果选择红色旅游 则能看见纪念馆和革命旧址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城市玩一次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先和小凯安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